我們看到宜蘭市的南北冠市 營養已經是老了 有那麼久了 適當的設計不夠 市公所說要來補強 不過還有一些這個 班牙丹大雄是 煩惱說會影響到他們的生理 也減少使用空間 市公所表示說會繼續來參照 建築部的天篷都遭壞去 條子 營養也都有破空 這是宜蘭市南北冠市營 建築部都有四十幾年了 因為南北冠市營養的建築部 沒有打過內建設計規範所頂的 內建屏所標準 依然是公所 發生要花四千八百萬 建築內建築部共 營養成立 而且台灣如果變大了 他們的空間會變得比較積極 我們盡量把一些擴住或者是工程上會影響的方圍 把它說到我們最小可以接受的一個情況 所以不要影響探商太多的 這樣的一個過程 宜蘭市南冠市南冠市營養有一百九十七堂 北冠市營養有一百四十三堂 來進度補共港町一定會影響這些堂的行李 宜蘭市港做工會繼續跟入住交通 跟營養範圍相互相遂 譬如說 柵地港市 並且盡量在內地沒有營養的時間 這時間也會研究方案 保障入住的損失 記者綜合部都 記者綜合部都